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9本不使用藍胖的部落戰精彩進攻下集 我們直接先來看看第一場是由死亡他所帶來的進攻 這場的部隊配置非常的特別是天女寶寶龍狗球 他帶了10隻寶寶龍 還有一小隊的狗球部隊 那天女所使用的天使是5隻 跟上一集我們看到的風流是一樣的 因為天女的任務非常的吃重 所以我們帶的天使數量是5隻 死亡他先在靠近陣型的一兩點外側 直接下出了天女 然後在兩側下出寶寶龍 直接先幫忙斷邊 那這邊下出來的天女呢 直接扛住了對方X弩的攻擊 然後等一下還可以順利的將援軍引出來 而且可以解決對方的女王 對方的這個陣型兩隻X弩都是對地的 所以我們的寶寶龍只需要盡量分開來放 讓他們保有狂暴的效果 這樣子可以幫忙打掉非常多的劍卜 好現在天女殘血下了一罐狂暴 血量補回來 並且解決對方的女王之後 還可以解決掉對方的龍球援軍 這邊還蠻順利的 還順利的殺了對方的蠻王啊 哇太好了 好這邊女王開了技能 解決了蠻王跟龍球 現在準備要下炸彈人開牆 應該是要開牆讓他進去才對 這邊先下了一罐狂暴 哇狂暴的炸彈人開牆有點晚了 我們的天女已經跑掉了 糟糕糟糕 現在天女準備要去跑操場了 這座防空火箭看起來 有可能會打到我們的天使 不過呢 哇我們的天女現在 甩尾之後天使暫時沒有被打到 那死亡他在靠近四點外側 已經直接先下出了蠻王跟寶寶龍 準備要讓蠻王趕快走進去 砍掉對方的這座火箭啊 好我們的天使的確是被打到了 在這邊下了一罐狂暴 好打掉這座火箭 我們的蠻王走在前方 剛好扛住陣型中間的這幾座秘籍電塔的攻擊 讓後排跟上的狂暴女王 可以解決到這幾座電塔 這樣子還蠻不錯的 現在狗球部隊開始進場 直接從十點外側下出一隻援軍狗 後面跟上了黑球 然後還有剩下一罐狂暴跟一罐加速 就用在我們的狗球部隊身上 好我們的女王 將最後的這兩座電塔解決掉了之後 我們的黑球也已經飛到了火箭的上空 然後藉由狂暴法術 秒掉了對方的最後一座火箭 哇太酷了 然後所有的寶寶龍就是一路上 就在外側慢慢的點放進來 而且記得要將距離拉開一點 讓他們保有狂暴的效果 最後收尾剩下的黑球數量很多 寶寶龍的數量也很多啊 哇太酷了 這一場是由死亡 他所帶來的天女寶寶龍迷你狗球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J他所帶來的石豬流進攻 這次他帶的是四顆石頭的石豬流 那帶了兩罐跳跳跟兩罐補血 援軍是滿級野豬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場精彩的進攻 對方的這個陣型看起來有一點 不知道怎麼講 有點好笑啊 看了就覺得很逗趣 不知道為什麼 那J他在靠近八點的外側 先下了一顆石頭 後面跟上法師青鞭 接著在非常遠的另一側 十點外側 也下了一顆石頭 後面跟上法師青鞭 最後才在九點外側 下出最後的兩顆石頭 然後後面跟上了女王 其實我們都知道 J的石豬流非常的厲害 但是在這邊呢 我也非常推薦 大家可以好好地觀摩 學習一下這裡的前戲 還有清鞭 這些動作他都做得非常的確實啊 我們可以看到他將鞭清得非常的乾淨 而且是將內層的建築物都清掉了 現在下了跳跳法術 讓石頭往陣型的中間跳進去 將援軍引出來 下了一罐毒藥 在這邊讓後面跟上了雙王還有女王 快速地解決對方的援軍 而且將對方的雙王也都殺了 好第二罐跳跳法術 導引我們跳進去的石頭 再往陣型的更中間跳進去 當我們的石頭站在陣型的最中間的時候 我們的野豬部隊就開始進場了 那J他是在從六點的外側這邊 直接先下了援軍的滿級野豬 接著逆時針地慢慢點放野豬部隊進來 慢慢地匯合 現在對我們的野豬部隊比較有威脅的 就是對方的這兩座法師塔了 現在看一下J如何處理 野豬目前看起來是暫時還不需要補血 然後呢在對方的這座法師塔的旁邊 哇我們的石頭幫我們踩到了一顆大炸 所以在這邊我們的野豬沒有被炸到 哇第二顆大炸又踩出來 又是沒炸到野豬 所以順利地解決掉這座法師塔 然後在前面呢下了一罐骷髏法術 這罐骷髏法術讓我們最後的這座法師塔 也分心了慢慢地在打我們的骷髏 然後我們趕上了女王也解決掉他 哇所以兩罐補血都沒丟耶 真是太猛了 雖然野豬剩的數量是不多啦 不過看起來是可行的沒有錯的確是不用丟 因為兩組雙炸都已經探出來了 而且時間看起來是夠的 然後女王的技能也不用開 哇真是太OP了 兩罐補血都沒丟的石豬流啊 四顆石頭的跳跳石豬流 這真的是叔叔有練過 大家不要隨便亂學啊 如果不是對進攻這麼的熟練 以及有信心的話 千萬不要隨便扣補 這場真的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用了大約是兩分半的時間而已 就把這個陣型收下來 並且扣了兩罐補血 太猛了 好以上呢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使用藍胖的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了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對COC與部落戰非常有熱情 歡迎八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一起同樂 我們的部落規範以及收人規則 都已經寫在我們的部落網頁上了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去查看一下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